全能神经典话语 都在神的手中 失败也好 软弱跌倒也好 都在乎神 都由神掌握着 从神这儿说是试炼你 你如果认识不到 就成了试探 人该认识的有两种情形 一种是出于圣灵 一种可能是出于撒旦 一种情形是 圣灵光照你认识自己 恨恶懊悔自己 能对神有真实的爱 立下心志去满足神 一种情形是认识自己 但消极了软弱了 可以说 是神的殴恋 但也可以说 是撒旦的试探 如果认识到了 这是神对你的拯救 你觉着现在太亏欠神了 从今以后弥补过来 不能再这样堕落下去 好好吃喝神的话 总看自己不行 有渴慕的心智 这是神的试炼 受完痛苦之后 再往前走 神还带领 光照 开启 喂养 如果认识不到 但事实是 撒旦临到了约伯 对撒旦来说 是试探约伯 但约伯站在神的一边 他若不站在神这一边 就陷入试探了 人一陷在试探当中 就危险 经历熬练 可以说 是神的试炼 如果情形不好 可以说 就是撒旦的试探 你意向不透亮 撒旦就控告你 使你意向模糊 你不知不觉 就陷进试探中了 在试炼之中 你虽然不知 神要做什么 不知神要成全 什么工作 但你知道 神对人的意念 总是好的 你真心追求他 他总不离开你 他最后 必能成全你 把人带入一个 合适的归宿之中 不管神现在 怎么试炼人 但到有一天 神总要给人一个 合适的结局 按着人的所作所行 给人 给人合适的报应 神不能把人 领到一个地步 就半途而废 不管了 因为神 是信实的神 圣灵 圣灵在这一步 是做熬炼的工作 对每一个人 都是熬炼 在以前死的试炼 或刑法的试炼 那步工作 那时的熬炼 都是话语的熬炼 人经历神的做工 首先对神 现在做的工作 得明白 明白人当 怎么配合 这是每个人 都应明白的 不管神怎么做 或熬炼 或不发生 总之神的每一步工作 都不符合人的观念 都打破人的观念 冲出人的观念 这是神做的工作 但你得相信 神做工到一个地步 无论如何 他不可能把人 都置于死地 他给人的 有应许 也有祝福 凡是追求神的人 都能得着他的祝福 不追求的人 则被神淘汰 这就看你 怎么追求了 不管怎么样 你得相信 神的工作结束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合适的归宿 神已给了人 美好的盼望 但人不追求 就得不着 现在你应该 有这样的看见 神熬炼人 刑法人 那是神的工作 但对人来说 无论何时 都得追求性情变化 我 没想到 我 我 有 有 有